我二十三岁前 那时候我们也是亲戚感情 他是个老师人 我那时候我就是一个农民 那时候我就想找一个 就是那个 不论农民 就是一个 过那种日子 我父亲就是 想要我过得好一点 我父亲就现在说 他是个教师嘛 那是现钱嘛 对方家里也都同意 当父亲的都希望儿女们能够幸福 林大姐也觉得婚姻大事 给全凭父母做主 所以双方的家里定好了时间后 大姐就与当时 作为教师的前夫结了婚 对于婚后生活 满心期待的林大姐 怎么也都想不到 噩梦才刚刚开始 我跟他结婚 我怀孕他就出轨 一开始的时候没问 后期问的时候他也承认 就说我在边外边有女人 我想跟他在一起生活 我怀着孕 他就是对我回家 就是吵吵骂骂的 你给我啥吵了 就是他觉得在外边好像 我一感觉就是在外边 就是有人了 回家就去看我咋的不孙女 那种 林大姐的前夫刚一结婚就出轨 在大姐怀孕期间 两个人也总是吵吵闹闹 林大姐说啊 这些事自己都忍下来了 因为他觉得成个家不容易 两个人毕竟还有个孩子 所以无论发生什么 他也都想要坚持下去 那时候就是没有米吃 我就带孩子去买的米 他教学他在中心校 就在那个镇上 他都不说把这米给我托回来 等到下个集 我就带孩子去托 去了 去了后边托的米 前面托了孩子 就是正常就是拽了 就前后就是牛车 我拽在中间了 就后边坐了十多人 拉了就大米白面 两个牛 就给我生 就卖我那牛没踩到我 没踩到我 就那车骨就卡着我 就推着我往前推 我姑娘就是手 我抢那露骨头 就到现在这孩手 就是还做个帮 受完伤之后了 那回来那孩手包子 他都知道 都看着了 也不问 也不问 就那时候你觉得 他就对我那样 为了不让自己的父母操心 林大姐从来都没跟家里人 说过什么 但这次前夫如此的冷梦无情 让大姐有些忍受不下去了 考虑再三之后 林大姐也去找了公公和婆婆 希望他们能管关这件事 但是公公婆婆的做法 一下子就让大姐寒了心 前夫的做法和他父母的态度 让林大姐下定了决心 他一定要离开这个男人 最终两个人在孩子三岁时离了婚 就他那个人 我就觉得那个人就是狠 我对他就是心就是 就冷得彻底了 孩子那时候散岁的时候 我们两个 把那离婚手机 离婚是这几年 离婚是96年 96年离的 这之后 林大姐就带着女儿独自生活 虽然辛苦 但他也从来没有后悔过离婚的决定 可是就在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时 前夫突然回来了 2006年 我父亲就是得癌症了 完了那个 他就来看我父亲来了 跟我父亲就是 跪到我磕头啊 就是他当年他怎么怎么错了 他还想跟我生活 我这婚姻嘛 不是我父亲给我选的吗 他说天哪什么 给他一次机会吧 说天哪个 这孩子以后上学 上大学 就是用钱的地方很多 说天哪 他给你俩挣钱养他 咋都比你自己努力 说你这婚姻是我给你选的 说天哪 你现在这么有家 说我死了 我都比他厌 父亲老雷纵横的一席话 让林大姐心软了 两个人和好之后 大姐这次决定啊 不计前嫌 与前夫两个人真心实意 相互扶持着过下去 他回来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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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段时间 完了那个 我父亲就去世了 我就是那个 在那个 盘石 包两库 完了他就是 他跟我就是 过盘石那边 去包两库 然后包了 十九天的时候 他父亲就去世了 他那时候他又没有钱呢 那么多年 他混的没有钱 后来完了那个 我弟弟就是 给我们开回了一台车 也知道说 在外边过得不错 给我拿五千块钱 让我就是发送他父亲 他们没有姑娘 完了就是 那个烂糟的 就所有 给姑娘买的东西 都是我给他买的 皮马带销 把他父亲发送完了 而在那时候 他父亲没了 我去生他母亲的孤独 我给他母亲买一菜 衣店给送回来了 那不他就回到凉库 就跟我俩这凉库吗 林大姐这回放下了防备 一心一意的对待前夫 可没想到啊 大姐一次次的真心 换来的 却是前夫的 再次出轨 就是说的 我就那么对待他 我还是脚不下他 凉库结束之后了 我弟弟就给他 安卖我弟弟公司 就是得会一个上额名 他就是跟一个远狗 又在一起了 这又不和我过了 林大姐说 本以为前夫会真的改变 但到头来 却还是被伤害了 这次之后 林大姐就把全部的精力 都放在了孩子身上 一直都没有再找过 那些年 就是我就把心子 全放在孩子身上 现在他就说 你不论你怎么选择 你走哪条路 他说妈妈 我的心里远 跟你在一起 我都支持你 我对所有人都好 我唯一我最不好 就是我对不起我自己 我和我母亲 就是我们两个 就一是不佑 什么也不缺 但是我的日子 也不完整 如今孩子都成家了 自己身上 也完全没有负担了 和母亲在一起 过的这一年里 林大姐也开始考虑起了 自己的晚年生活 我要若我要找了 我就是一日夜在一起 就是两个人 就是过这个日子 其实我最好 就找一个60岁 到62岁的 就是他基本上退休了 比我高一点 比我胖一点的 那有一个稳定收入 稳定住房 然后就这个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饮品 怕他实实在在的 就是想过万年这种 不远的话 我轻易有时候 我不会再走 你这会儿走多多少钱 四十四十五平 这都是一世纪 那闲时就出一遍 没啥事 退休了他家 一想起来 手上手上 断断的跑步 以前我开出的车 这不是哪 什么开始不干 就是我在上海上 要退休以后 完全住休了 上海正到齐 不到齐我还干 跟邢大哥的交谈中 红娘了解到 他在一个月前刚刚退休 每个月能有 三千二百块钱的退休金 大哥说 自己是一名老司机的 这辈子别的活没干过 开车是自己 周尔巴景的老本行 早些年 大哥是开大车的 以前我哥 这一桶 就是量的系统 我量库了的 给单位我们量库 那我开销往车 久久 你还往后期单位 不开车 然后我就签河 就出去了 出去了 然后给别人开车 就是那长的货车 就拉货 还是干了一辈子 老师 开车 就是你要动力 以后都没干过 你就开车行 躺在一起 然后 像我们出大车 虽然行大哥开了好几十年的车 但身上一点职业病都没有 而且他在平常的生活中 也非常注重自身的健康问题 总结一句话就是 跟行大哥这样身体健康 宽宏大气的人过日子 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 大哥和我们的红娘说 自己这辈子 有过两段感情经历 第一段是因为前妻起了外心 所以两人在1988年的时候 就离婚了 这第二段感情啊 虽然大哥没有和对方登记 但两个人也在一起 过了13年 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行大哥努力赚钱 想要给这对母子更好的生活 对方也让大哥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有几次我们说 等几天不等不等 我一不等不等 我一人也不说 那就他也不想跟我来尝过 就是 呼吸你也跟我来也不疑心 去年能有半年左右 我天天打麻将 天天打麻将不着家 完了一周 回来这家 打麻将 回来一周 我看不着人 回来晚上不给你做饭 又什么 日子没法过呢 在最后的这一年里 对方总是在外打麻将 经常半夜回家 对行大哥也是不闻不问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也逐渐的磨没了 最终大哥提出了分手 两人在2018年的时候分开了 现如今的行大哥已经退休了 每个月领着三千二百块钱的退休金 也申请了现在居住的公租房 大哥说呀 自己现在是啥都不缺 就缺个半了 我心找有工作 一分钱不正常的 你就不还是 你就只我的俩钱 到时候不还是 心里闹经济闹磨子 反正他在外地好 就是说我起码都有房 你要是说是 想要远 想要上那儿去 那也可以 就上那儿去 一段上那时间 两个就呆了 对不对 女的最好 她是不出烟 那你要会喝她酒 正常 那处的朋友 男女的都得喝酒 漏漏漏漏 那你不能就 我不说 你那眼光花这么丑 本身就呛像一熏屋了 我心想要五十多岁 你别找太年轻 你要五十一里 太年轻 跟男妈 就是有点带歌 我说老哥 快点大哥过来了 快点我拿回鞋 外边太冷了 外边冷呢 大姐过后 你时候问我 说你住哪个小区 来得这么快 我说就在旁边 大姐说 这不能见了吧 那小区一般 没有正面接受 一般都 我姓邢 叫啥名呢 我叫邢宝颜 那个我姓林 我叫林雅清 你瞅这大姐 演员了一段 演员行 她长得不老 身高 体重 很爱情 挺相伤 一样员吧 还可以 邢大哥与林大姐 接觅后 彼此对于对方的 演员都挺好 接下来林大姐 直接就拿出了 事先准备好的菜 想要在邢大哥面前 展示展示 自己的厨艺 用个小区 完了 买个猪舌头 炒金椒 完了黄瓜炒鸡蛋 得做一菜 四个菜 四个菜 我给你切黄瓜 行 这是黄瓜在家 我从来没吃 我头一次吃 我这种炖菜 我不会炒蛋 看下挺傻 在厨房忙完之后 行大哥和林大姐 都坐到了饭桌上 两个人边吃边聊 气氛一直都不错 但在接下来 现场却突然发生了一个 小意外 相亲途中 林大姐突然起身离座 静止走向了自家的卫生间 就在大家都满头雾水的时候 卫生间里传来了一阵声音 原来林大姐因为早上吃坏了东西 所以现在这胃里就翻江倒海的 大姐说 自己其实一直都在强忍着 但最终还是没忍住 这一小插曲过后 大哥大姐又继续了两人之间的聊天 那你那属于是在社会上 就是买社保了 是什么 我自己买社保 刚才问他们这个 那啥 我没这个 我说你问有社保没有 就你有 你开一千多 你就开两千块钱 过家也不能值你的钱 对不对 就只是你自己 心当中宽一点 回到座位后的林大姐 明显状态不佳 但一旁的邢大哥好像没有觉察到 而且在接下来 更是对大姐直接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我这一句实话 当面激进人 有啥也要说 通过当时一见 前面看了人 表面也是挺开朗 也是挺好的 咱俩要是有这缘分 要是能成了更好了 部队长也得出处 以后是不是 这事不是说干啥东西 这不是赵医生 咱们离他不远 反正就是你该照顾老人 赵老人 到闲 等以后说 你到我大殿 到我弄 我瞅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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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家人 进一步 对不对 面对邢大哥的告白 林大姐的表情并不明朗 大姐的心里 会是怎样的想法呢 你问我想啥 你要这么想 我这后半生 跟这个人生活 好像他不是我要找的 挑出的什么毛病 就是我就还是 没遇到对的人 就那种感觉 我们俩呢 就是我们俱乐 都没有这个缘 哎呀 妈 躲啥呀大哥 哎呀 我爬上丑 你干啥去呀这是 来来来来大哥 我是横江小脸 是谢大哥是不是 谢敬喜 60岁 离异 退休金3000元 住房面积60平米 居住地吉林市 这咋还有个煤气罐啊 这是啊 我看我就看那个 你看这个的啊 我家这个是小林的 大的有这啥子呢 你是送煤气 对对对 刚送完了 早就忙忙回去 送这种东西 搁啥送 搁摩托车 一天能送几个 今天早送五个 没嘴 正十五块钱 原来正二十五 送你一个正十五 对 谢大哥送煤气罐 有十五年了 每个月光靠这个 就能挣差不多 两千块钱 而且大哥的收入 还不止这些 他每个月 还有三千块钱的退休金 谢大哥和我们红娘说啊 自己过去啊 还是在正经单位 上班的职工呢 只不过在2005年的时候 单位就已经买断了 那咱过去是干啥的呀 上班 一块公司呢 倒班的 我临上班呢 我半夜就在走 十一点八点 早上八点钟下班 下班就得睡觉 一睡就得一天 晚上把夜还得到 谢大哥说 当年他的工作就是四八岛 经常是黑白颠倒着干活 也就是因为这个 才导致他和前妻离婚的 一开始感情好像就不差 我四年中 四点半吧 我四年中就得上班 我回来是十二点 往后我上去 十二岁 你看厨余住我也不客气啊 就他自己 整个孩子住房 他也害怕了 他也不打回来 有时候这个年纪住 几几年纪的婚族 八六年 十二年纪的婚族 九零年吧 这三年你们能在一块儿呢 也就一年 长时间的聚少离多 让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慢慢变淡 谢大哥与前妻 最终在1990年的时候离了婚 这之后 谢大哥就和父母一起生活 一直都没再找过 离了以后就跟父母住了 还是要自己住 就跟父母 一直没离开 也让我找回离开 就有点死心了 感情这玩意不能对 这回事 咋就是没有开始 行得找的 没人在家里 爹妈都懂 公姓结婚了 别生我自己了 那是太没意义了 我都感觉真没意义了 如今家里就剩下 谢大哥一个人了 在孤独的同时 大哥也逐渐地产生了 想找老伴的想法 那现在的谢大哥 想找个啥样的伴呢 五十五以下的 还也不一定看吧 他有老板的行 老板 有医保 如果找了个外地的话 点儿就是怎么生活 给你提 你是啥想的 随便 看他那都咋样的 他需要我我就过 一会儿真来啊 咋不来呢 紧张 紧张啊 我看到吗 看着脸了 看头了 你看 洗洗 完了完了 哎呀 没希望了 没啥呀 他长得刚刚好看 好看还不好 他不太跟坏了 林大姐如约赶到了 邢大哥家楼下 就在两人快要见面时 大哥突然开始紧张了 他说 自己单身有好几十年了 现在冷不丁地开始相亲呀 自己这心里没啥底儿 手里呀也是直冒汗呢 来来来大姐过来了 好好 别快进屋来 哎呦这儿冷巴了呀 不冷啊 嗯 嗯 我先洗 嗯 先洗叫啥 先洗洗 然后大姐叫雷亚齐 哦 先洗 我得日 我帮你 衣服关哪啊 大哥 这好衣啊 真漂亮 衣服 好啥 你大姐自己去歇逛了 这屋子还挺宽的 两屋拉一屁 你家房子走大铁 六十度 走大铁又不感觉咋样 挺好的 心里也脚的敞了 敞了 不必也行 老子这挺好 过日子人 吵着满意吗 行 挺好 我先弄着挺好 但是不因为想弄 邪大哥说 虽然他对林大姐很有好感 但自己在面对对方时 嘴笨又不会来事 所以这心里就特别没有自信 也不知道给没给对方 留下个好印象 感觉还是还可以 一会儿拉了屁要得看看 喝不喝酒什么 喝大酒啥的 你喝不喝酒 你要说不喝那是糊润 但是给大家逼不着 就除非 都聚一点的 少喝点 抽烟吗 刚才说完 三天终于不喝 抽烟吗都没有 我就不喜欢 我就不喜欢喝酒 喝了好几天了 玩呢 最烦 我一听到麻将声 我脑子都没有 这个有时候 我偶尔的 我能玩几回 但是那大点 我从来都不玩 行 玩就别能玩 一块两块呢 玩没那儿收益 没那儿收益 几十块钱收益 其实从一开始进门到现在 谢大哥每一个暖心的小举动 都令他在林大姐的心里 加了不少分 而且在两人之间的距离 逐渐拉近的过程中 大哥也慢慢地找回了他的自信 他有什么要求帮我 什么要求 不会说有那种 你想问问 他对你有什么要求 对 俩人过这个日子 就这么花销什么的 你怎么安排 这玩意儿又能花呗 这玩意儿又能花呗 你这里也找 对吧 你不咋那儿了 咋那儿 我留人也能够花吗 我留 你就是找 看一公子 说多 他得给你拿出花 算 就是这样 不花这么多 也没有什么用 谢大哥这话的意思就是 和自己过日子 绝对不会让媳妇受圈 对于这个回答 林大姐显然是非常满意的 一下子就对大哥的好感度 又增加了几番 然而在接下来 大姐突然提出的一件事 让现场的气氛 变得有些尴尬了 觉得就地方有点有点便宜的软 地影啊 地影确实远我也知道 一桶县去过没 没有 我老家一桶县的 现在我在一桶县有一个91平的房子 91平的房子 就是我母亲跟和我在一起 哦行 那有老人多好 在一起 你要是愿意 你可以在那会生活 嗯 行 行 但是 还乱点是吧 虽然谢大哥之前 和红娘聊到地区问题时 他也并不认为这是个坎 但是面对林大姐时 他的回答明显有些犹豫 林大姐和谢大哥 两个人一见面就互有好感 大姐在逐渐接触大哥的过程当中 发现啊这正是自己想要找的 踏实本分的另一半 而大哥也从一开始的不自信状态中 慢慢的找回来自己的主场了 就在俩人唠叨地区问题时 大哥的表情突然没那么明朗了 他的心里究竟在顾虑些啥呢 这活冷了呗 想 什么活 关气 哦 关气 别人关气 你是退休了 完又找份活了 对啊 反正说愿意在哪住都行 林大姐对谢大哥的想法 很是理解 并表示啊 只要人好 在哪生活都不是问题 趁着这个时候 谢大哥说啊 想要尽地主之宜 请大姐吃顿饭 但考虑到现在外边天气寒冷 所以就贴心的 到自家楼下的饭店 打包了几个菜 拿上来了 随后两个人边吃边聊 大哥更是趁机表明了 自己的心意 他该抽 我一趴装 我看一试 他正好感觉外头上 你不要把那头去的 我说都是保证的事 那时候个头上抽感觉咋样 我说行啊 我自己一跳 个头长得一样 年龄都行 今天进入去来 你觉得咋样 大哥漂亮白 这么说 我这人喜欢过 是不是那么乖 看我行吗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隔岸不相识啊 最终林大姐和谢大哥 互相表明了心意 交换了彼此的微信 都表示 想要和对方继续交往下去 再次